有朋友让我讲讲啥的 我是这样的 你别让我老讲 我能提异嘴的人 我会在尺度之内去提 你让我去聊聊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真的是没法给你唠 我真的没法给你唠 除非我特别熟的人 我可以给你聊两句 但是你说的那些人我也认识 我们也算是朋友 但是你让我给他讲 他人品怎么样 或者他有什么有趣的事 我讲不了 我是真讲不了朋友们 我犯不上 虽然说这个长歌行事是一周年了 但是我只能说我自己 在下这个也很荣幸 有很多朋友今天一直提醒我 说长歌行事播一周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时间是真快 我感觉我都没有啥感觉 就感觉一年过去了 去年是长歌行事这个时候播的是吧 挺好 挺好 我也因为这个长歌 我感谢这个长歌行 长歌行那个什么 那个剧组 一会你们 一会我下播了 我就给那个 我们那个制片姐姐发个微信 我说感谢你 我说感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 我再给他挑一段手舞 我就给我们那个长歌行制片姐姐 我再给你 比如说比了个苹果 什么苹果 苹果是被骂 苹果是我打算用来被骂的 然后也很感谢 感谢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可能 因为这个长歌行认识了我 然后粉上了我 然后呢 也算就是 咱们这个地方 就是粉上刘雨宁属于中奖 不属于入坑 从这个 好都这个角色 就属于就中奖了 我就是你的一等奖 你可能这辈子 买鞋票没中过 但是在我这块中了 也是一种缘分 谢谢这些朋友 可能很多朋友 当时认识我的朋友 也算是咱也认识一年了 挺好的 那也是一年的老粉丝了 怎么热搜了 上热搜了吗 有朋友还来问这个妖狐小红娘呢 你想了解这个妖狐小红娘到底 你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消息 有朋友 您哥是狐妖啊 狐妖狐妖 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是妖狐是吗 不好意思 狐妖 狐妖 就是我看那个什么 那天我记得我上次直播完 直播完 然后上一次直播 也上了个热搜 上完热搜 然后也很感谢微博 也感谢那天 那天包括今天所有在直播间看我直播的朋友 然后呢